网络上常常在讨论 到底是老公该做家务 还是老婆做家务 那其实通常都是看不下去的人 先做家务 那如果老公跟老婆两夫妻的容忍度都很高的话 情形可能就会变成这样 吉隆坡实际志工 走访K1K纾困计划 受惠者的居家时 发现有一户家庭 一户堆满家中杂乱无章 我们一进门 见到了那个屋子里面的情形 我们觉得很震撼 第一个感觉就是让我觉得 原来越繁华的地方 就越有黑暗的角落 一家八口 夫妻和六个孩子就生活在这屋檐下 疫情后收入大减 先生每天辛勤工作 维持生计 太太忙着再送六个孩子 上下学 兼顾家务 分身法属 要看住他们 要写字那些 还要煮饭这样那样 琐碎事情 弄到半夜了差不多 其实孩子在家里面 他们也帮忙做东西 有时间八六礼拜 他们就出去帮忙帮忙 相信这家庭与老鼠共事 也有很长的时间 家具衣服都被咬坏 破碎不堪 经济压力紧紧逼迫着他们 整理居家变成了一种奢望 我们不在的时候 他就会跑出来了老鼠 放了老鼠龙又不能 放那些年老鼠的又不能 太厉害跑了 不忍孩子在这样的环境 不卫生的环境 然后对他长大来说 会有负面的一种概念 他就会以为说 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就把它当成是一种习惯 所以现在很庆幸 带动孩子一起来收拾 这是多少 这个钱是哪里拿到的 这个地方拿到的 你要买来做什么 给那些没有钱的人 所以你想要把这个钱捐出去做什么 给别人 给别人做什么 要学穷 给他们做什么事情 买东西 给他们一点钱 然后给他们去吃东西 虽然生活结局 妈妈重视孩子的教育 上学从来没有间断过 唯一需要的是他人的关怀和引导 如何照顾个人卫生和环境整洁 今天很感谢吃鸡的 佛友人来帮忙 能换的也换了 床也换完了全部 对孩子也是比较健康一点 感触很大 可以弄到姜美整件家 孩子不会讲 又在睡那个床这样浑身痒 K1K守望相助纾困计划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援助 志工愿意多关心一点 多错一点 以前没有看过这么苦的人 也看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走进去 我们就是这样在家 去外面都是看到很好的 所以我们才知道 我们原来是这样幸福的 普及把语复为说法 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责任 把我们一点点滴滴 涓涓流水这样子 船来给他 让他知道慢慢地改变 此季志工的关怀 就像水一样的温柔 像水一样的清澈 洗尽成垢 复原这个家庭的生活 麦大爱 陈春早 林荫里 罗国聪 吉隆坡报导 杨坡报导 杨坡报导 杨坡报导